第211集 内丹之威 这一座大阵乃是六级的大阵 足以困住先天之上的妖兽 要是三头犬的实力已经达到半步七级妖兽 也不能够无视它 当下三头犬重重地在地面上一踏 朝着一个方向撞去 轰 这一跃之力庞大无比 地面被三头犬的力量践踏出来一个大坑 看着庞大的三头犬冲着自己冲了过来 猎妖狮丝毫不拒 甚至身子连动弹一下都没有 当 如同红钟般的声音响起 被三头犬挡了下来 挡住三头犬的是一层薄薄的金色护照 被三头犬如此庞大的力量撞击在上方 只是剧烈地晃动起来 确实没有破裂 这座大阵 那是专门对付妖兽创造出来的扶妖阵 最低需要 99位先天上人的炼妖师 才能够布置出来 人数越多 阵法的力量就越强 同理 布置的人秀为越高 阵法之力也会更加强大 此时 这座阵法虽然只有一百人组成 但是每一位的最低修为都是先天后期 甚至存在有三位半步报单期的高手 阵法的威力超乎想象 该死的 三颗头颅怒了 这些锁链连绵不绝 让三头犬疲于应付 一道道如同神经打造的锁链 被三头犬的爪子挥断或者咬断 但是眨眼间就有新的锁链朝着自己扑来 这样下去 早晚会被硬生生地拖死 而且外面这个人类的状态 也是有些不太正常 中间的那颗头颅发化了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右边的头颅也赞同说道 没错 只要打破这座阵法 是战还是退 主动拳都在我们的手中 实在是 外面空中立着的那个人类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已经越来越强 仿佛是没有止境一般的提升 现在已经让三头犬感受到了致命的危险了 三头犬任由一道道锁链 缠绕在身躯之上 三颗头颅的嘴巴微微张开 一道道无形的波动席卷八方 快压制住它 立在半空之中的莫菲斯 脸色大变 立马大声说道 但却已经晚了 三颗额弹大小的内丹 滴溜溜地转动着 伴随着一阵阵强大的天地灵气波动 三头犬作为同级妖兽之中的霸主 凭借的就是远超普通妖兽的底蕴 无论什么境界 都是超越普通妖兽三倍的基础 就比如成就报单一样 别人只有一颗内丹 但是三头犬却是有三颗 要不是轻敌一不小心陷入阵法 三头犬估计外面那个人类 只要再等个几分钟 这个阵法也不能够奈何三头犬 三颗内丹同出一圆 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了一起 内丹周围的空间都泛起了阵阵的涟漪 一道道如同潮汐一般的天地灵气 伴随着内丹的转动 而向外一推一合 这内丹出现之后 仿佛连风都静了下来 众多炼妖师的心里出现了一种大恐惧 一个声音在脑海之中响起 快离开这里 不然会死的 但看着没有发布命令的莫菲斯 再加之 对这座大阵之上的信任 当下 一百位大高手没有后退 反而是涌入 更加磅礴的天地灵气进入大阵 一道道神链变得更加的粗大 一层层的笼罩在三头犬的身体上 一声大吼 三头犬仰天长啸 一颗有篮球大小的内丹 速度快若闪电 瞬间就与大阵的壁垒碰撞在了一起 无声无息的 足以抵挡住三头犬 全力撞击的金色护罩破碎开来 化作了一阵阵光点 消失不见 扑 大阵被破 众多的烈妖师受到了反噬 纷纷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身子如同破步摔向四面 轰 那单去世不止 狠狠地撞在地面上 静了一秒钟 就在众多烈妖师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一股澎湃的力量从地面之下传来 一朵蘑菇云缓缓地升起 烟尘散去 场中出现了一个百来米宽的大坑 深达好几米 这一击之下 烈妖师死伤惨重 存活着寥寥无几 莫菲斯心痛的滴血 这可是自己努力了25年 才创建出来的烈妖师团队啊 就这么被摧毁了 但莫菲斯还是没有出手 眼神锐利如同阴损 私下扫尸着 只有斩散了这头三头犬 我的损失才能够弥补回来 莫菲斯那那自语着 三头犬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这样动用内丹对自己还是有很大的负担的 三颗头颅都显得有些萎靡不振 但却没有忘记证实 外面还有一个人类正在虎视眈眈 自己现在的情况可不适合再动手了 三颗头颅之中发出了一道牵引力 三颗内丹从地面漂浮出来 就是现在 杀 莫菲斯的身子瞬间一晃 速度直接突破阴长 一层连衣被抛在了身后 莫菲斯使出了自己一直蓄力之后的一剑 此时三颗内丹 已经到了三头犬的嘴边 这一剑的突然出现 速度太快了 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 要是三头犬一直防备着这个人类 这一刻也没有反应过来 只有中间那颗头颅猛然一睁 低头把属于自己的那颗内丹扶下 其余两颗头颅瞬间被大剑斩下 鲜血如同拳涌般地在地面上翻滚着 两颗内丹被莫菲斯抓住 收入空间戒指中 莫菲斯一击剑弓之后 瞬间后退 防备着三头犬的反扑 也没有想到 自己蓄力这么久的一招 居然被躲过去了 但三头犬的动作 却是出乎了莫菲斯的意料 三头犬毫不留恋 庞大的身子被一层血雾笼罩 如同血色的火焰一般 瞬间突破了阴障 向着远处逃去 喷 等三头犬出现在几十米之外时 一道阴暴声的巨像才传来 莫菲斯不急不缓 慢慢来到两颗 如同磨盘般庞大的头颅面前 把两颗头颅收入到空间戒指里 随后 不急不缓地朝着三头犬追了过去 自己刚才那一件消耗不少 正好借助这个时期 恢复一下消耗的气力 这三头犬受伤很重 再加上 以重伤之躯 强制进入超音速 对身体的负担很严重 肯定逃不了多远 再加上野兽 终究是野兽 就算开了灵智 也摆脱不了它们的本能 受伤严重之后 肯定会朝着自己的老窝儿去 想躲起来舔伤口 莫菲斯加快速度 不再去管地面上散落的血迹 直直朝着 甄嬛山脉方向赶去